Hello 大家好 我是C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早新聞報道 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五 今天同樣是超級熱和超級潮濕 29度 外面還有陽光普照 我寧願它有些環 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 部分時間有陽光 亦會有幾陣驟雨 日間酷熱 最高氣溫約33度 稍後局部有雷暴 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 天文台在今天早上6時45分 再次發出酷熱天氣警告 市民慎防中暑 大家都看到我昨天去了新蒲岡拍片 只是很短短的15分鐘路程 已經是令到我個人完完全全 汗是出不停的 特別是現在頭髮又長了一點 所以真的很尊重 很尊敬 所有在這段時間 需要戶外工作的人 就算你是民職也好 你也要走出街回公司 其實只是這段路 都已經令人難受 大家就記得留意中暑 天氣這麼熱 很容易令到一些慢性的長期病患者 無論是甚麼病都好 都會傾向惡化的跡象 和大家看看新聞 61歲的蔣志光效力了TVB多年 但最近有消息傳出 蔣志光在2022年 已經和TVB完成所有合約 當翻查TVB官網的藝員名單的時候 發現已經沒有了蔣志光的名字 而此正式離巢 蔣志光暫時最後一套演出的劇集 就是白色強人2 至於未播出的劇集 就是破毒強人 希望他離巢之後 就會有更好的發展 又或者可以在其他平台 有更多不同的表現給大家看看 這裏就不詳細說了 下一則新聞 美國總統拜登 在6月1日出席活動的時候 又跌倒 健康問題再次受到關注 拜登當時在科羅拉多州的空軍學院 頒發畢業證書 在港台上懷疑被沙包擊倒 需要由他人去扶持 80歲的拜登 當時就已經頒完最後一張畢業證書 他轉身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向前跌倒 他在三個人的幫助之下 就迅速單膝起床 然後就再獨自回到自己的座位 拜登被扶起的時候 他就指一指就說 似乎是遭到東西半島 白宮通訊主任在Twitter上表示 拜登目前情況很好 出事的時候 由於港台上有個沙包 拜登過去也多次跌倒 在今年2月結束波蘭之行的時候 在登上空軍1號的時候也跌倒 他由2021年以來至少三次在空軍1號跌倒 在去年6月的時候 他在特拉華州騎海單車 下車的時候也不小心跌倒 然後在上個月的G7峰會 他也差點跌倒 其實拜登在三年前競逐做總統的時候 人們都擔心他的健康 現在拜登還說要繼續連任做總統 雖然今年的2月他就說經過身體檢查 就說他適合繼續工作 老實說 拜登想做哪個醫生夠膽說 即是說 沒有的了 拜登卻做不到的了 所以 不過沒所謂的 反正繼續做吧 拜登 是不是 你越跌多一點的話 到其時美國群龍無首 是不是 還有 拜登這些 有時候很混亂 你八十幾歲還在追求權力為甚麼呢 即是被你追求到 你都沒有能力去運用權力 權力是說你擁有了 然後你用到才過癮 被你拿著權力 但你根本沒有這個身體能力去用 甚至乎連基礎的分析能力都開始缺乏 就算被你做宇宙大帝都沒有用 好了 下一單新聞 秀茂萍有學生遭到襲擊 在昨天下午4點09分 在安秀道一間中學 有一個15歲的男生 據報 在學校對開 被四名男子襲擊 他寡不敵重受傷 流鼻血 第一時間 趕回學校求救 老師大驚報警 疑犯等人 去了安泰商場方向逃走 救護員接報到場 把受傷的學生送到聯合醫院治理 消息指 遇襲的男學生讀中二 在今日中午時分 曾經跟另一個女同學因時爭執 其後放學時 被四名年約二十至三十歲 身穿黑衣戴帽的青年襲擊 面部被打傷 估不到 2023年還有接放學這件事 其實接放學這件事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家學校 校風相對純樸 所以 其實就沒有聽過這些事情 不單止是自己沒有發生 甚至乎是在我 再讀那六年的時候 都沒有聽過又說 有些什麼接放學事情 驚動老師 要去找警方 那些 完全沒有 估不到2023年才有些什麼 下一則新聞 目前網上流傳了一段影片 一架貼有屁牌的私家車 駛到它去洪水的時候 女司機懷疑一邊開車 一邊按手提電話 結果私家車撞向前車之後 女司機仍是一臉震驚的抬頭張望 警方表示 留意到攝氏的短片 元朗警署在5月25日 已接獲受影響的司機報案 警方經過初步調查後 將案件列作為交通意外有財物損位處理 交給港島總區的交通意外調查部 暫時未有人被捕 無論哪裏都是 總會有些人駕駛態度不良好 以前電話功能簡單 你夾著 只有一個說話 夾著在那裏說電話 但現在手機有很多按鈕 等於一部小電腦 所以更加容易令到眾司機會分心 下一則新聞 昨天瘋狂限雷閃電 大家都知道 有不少觀眾都發了一段新聞給我看 昨天在黃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夾擊下 一度的閃電劃破長空 擊中屯門和田村和喜樓27樓一個單位 記者在昨天中午親自去到單位視察 並且接觸到被雷擊擊中的單位住戶 他們是一戶尼泊爾家庭 一家四口入住了半年 女戶主益術說 事發時聽到巨響和見到黃色閃光 丈夫事後檢查 發現主人房外面的外場場角崩了些 他形容當時的單位被雷擊震動 幸好一家四口連隔離屋都沒有受傷 可以說是不幸中之慢行 昨天早上6點50分 在主人房打算為讀小學的幼女梳頭上學的時候 一聲就閃中了 嚇到她和女兒馬上跑出房間 檢查屋內的電器並無異樣 由於女兒趕著上學 但剛才閃光之後 令到她不敢回到主人房 可能繼續去拿書包 搞一些東西 然後就上學 最後令到女兒遲到 我想就不擔心被老師罰 因為上了新聞 我家真的被雷擊震動 我這樣遲到你不是要罰我嗎 隨後 丈夫也通知大廈保安 保安在早上10點的時候 上門了解情況 和拍照做紀錄 拍照做紀錄很重要 不然就以為 你們這會人家瘋了 出去砍爛牆 我自己也有看 無緣無故連續三次擊中單位 這些實屬罕見 下一則新聞 油站收銀員 涉嫌中利益 引誘兩個十二歲的女童 就說 喂 賣你第一次來 然後 警方就派出一名女警 這裏挺好笑的 居然可以扮演一個十二歲的女童 去放蛇 最後 就拘捕了一個收銀員 收銀員 就是 被判了入獄二十二個月 這個收銀員 26歲 做油站收銀員 反而令我奇怪的是 究竟一個什麼人 才可以扮演十二歲的人 因為正常你女警 我就當你不用讀大學 你十八歲進來也好 十八歲和十二歲都可以差很遠 還有 你能夠做得女警 即是表示你受過訓練的話 那些什麼風吹雨打 日曬雨淋 都會在身體上留下痕跡 所以 我也不知道這則新聞怎麼形容 好了 下一則新聞 何文田發生了車禍 在今天凌晨三時 據報 一輛Tesla Model 3 電動車 沿著佛光街 往紅杏方向行駛 沿路下斜 去到中孝街交界時 突然失控 越過對面的行車線 掃毀了行人路路邊 大約十三米長的鐵欄後 再反彈出路面 然後 部分鐵欄被撞至飛脫 損毀了屋苑部分的外牆 有目擊者發現 電動車沒有煙 司機沒有離開車廂 所以就報警 大批消防、救護和警員 趕至現場營救 初步發現電動車並沒有煙 但全車損毀嚴重 安全氣囊也彈出來了 經過檢查 司機沒有受傷 不過 原來這位司機 酒精吹波仔 是達到119度 差1度 好像是差1度就可以獲得滿分 總之 這麼高的話 涉嫌酒架被捕了 下一則新聞 黃鴨迷 巨型黃色的橡皮鴨 曾經在2013年維港展出 試隔十年後 黃鴨再次來到香港 更加膽來港 主辦單位在今日公佈 這兩隻鴨鴨將會唱由維多利亞港 在6月10日開放給公眾 展期視乎天氣而定 初步定了兩個星期 這隻鴨鴨 將會停在維港海面 天馬公園和中西區海濱長廊中環段 到其時這些鴨鴨在這裏 去拍拖 逛逛 拍照 打卡都不錯 不過這不關我的事 其實這隻鴨鴨我也有印象 不是十年前我去過 因為十年前我考DSE的時候 通識科是真的文憑士 而是定生死的文憑士 其中有一條通識科題目 就是牽涉到這隻鴨鴨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最後我有沒有回答這條 我忘記了 我只知道通識科不是很高分 只有Level 3 由於曾經成為我的考試一部份 所以我相信再過十年後 我都會記得這隻鴨鴨 下一則新聞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會 在昨天公佈了社福界薪酬待遇調查 近四成的受訪者起始的薪金 未達到社署同等職級的起身點 前線要求要有更好的待遇 最後一份調查報告就發現了 原來社福機構 他們最高層的年薪超級高 甚至乎是說 那些機構 他們可能十分一的開支 原來就只給了某一個人出糧 跟大家說說最誇張的 博愛醫院董事局的總幹事 年薪達到290萬 屬於89間機構當中最高 其次就是香港聖工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總監 年薪達到237萬 如果以最高層員工的年薪 佔機構薪酬開支比例計算的話 比例最高的就是 藍田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總監年薪達到88萬 佔機構的總開支是17.8% 再跟大家分享 五間NGO最高層職員的年薪 剛才博愛也說了 聖工會也說了 東華三縣社會服務部主管 年薪230萬 香港名愛總裁年薪228萬 圓圓學院總裁年薪227萬 基本上最高的年薪 都維持在230萬左右 只有博愛醫院董事局 達到290萬 全香港最高 有時候也是因為這些新聞 所以令大家卻步 在捐錢方面 就想 我捐多少呢 好像是幫人出糧 有多少真的幫到那些基層的 所以這些都很難說 下一單新聞 銅鑼居又再次爆發新聞 不過今次不是說怎樣對待人 而是說 銅鑼居爆發急性的腸胃炎 牽涉到23名的學童 包括十二男十一女 年齡就介乎四個月大至到兩歲 全部人情況就是穩定 無需要太過擔心 下一單新聞 廉政公署在前日落案起訴 一個香港賽馬會的前經理 他在籌辦馬會贊助的 世界級年度馬術賽事 叫做浪琴香港馬術大師賽的時候 涉嫌去收售合辦機構的一隻手錶 以及提交有虛假資料的申請 發還不表格的費用 俄稱就是 跟馬會的夥伴聚餐 根據我自己了解 似乎是送一隻手錶給人 然後就可以用假的單據去做攝影機 這些手錶都值八千元一隻 那些什麼浪琴手錶 都是屬於勞力士那類 又是那些奢侈品的名標 那麼廉柱就努力去做事 那些什麼貪污 那些努力去捉 那些努力去捉 下一單新聞 早前就已經被多回去追租的 老牌餅店 海獅餅店 他們觀塘麥華街的分店 由21年12月起 拖欠租金和其他雜費 這間店的業主 在前天就入品高等法院 要求董事 蕭偉堅 去還那243萬出來 還有需要將舖位去交給 恐怕現在就理有理醉 然後人家做老奶 然後什麼都不合作 又不現身 又不出現 又不簽文件的話 到其時業主這些事情 就有時間搞 明明如果人家合作 他可能下個月就可以將舖位放租 但是現在 可能仍然要有時間放 很多的法律程序 就需要慢慢去處理 那下一單新聞 有倫處哥之稱的男子李國榮 和一名退休女保安 在2020年的一宗死因言訊期間 涉嫌在庭外 就滋擾案中的死者家屬 因此就被控非法集結罪 案件就在昨天在西九龍法院再訊 控方就透露 兩名被告就因為事件 另外牽涉到民事藐視法庭 所以就已經排期去到 2014年的1月9日開審 總之這宗案件 要到明年2月16日才再信 其實Lunch哥那些 明顯有病 而且他好像還在沉醉 在2019年2020年 自己還是英雄的那種心態 其實這些心態 你一天放不下的話 你一天是沒辦法正常找工作去做人 因為你會覺得 I am the hero 我是一個有名有姓的社會 認識我的人 我為何要去打理這份普通工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能力極優秀 又或者你嚴流淑儀 就是你姑媽的人來說 那你當然是看不起 但你李國永嫩楚歌 你不單止是一個普通人 你還要說 你比起普通人已經弱了一段能力的人 你還是要去玩這些博出位 還是陶醉 在以前的所謂風光時跡上來說 你到時可能隨時拖拖拖 去到25歲、26歲 你都未必有一份正職可以做到 所以這些人 小時候已經拿了自己人生去玩 我自己是覺得很浪費的 特別是我作為過來人 我曾經浪費過不少時間 下一則新聞 昨天是黃雨 昨天早上9時 在瑪麗醫院 在行政樓旁邊的行車道 有一棵大樹倒塌 消防員已經移走 涉事的路段也是解封 事件並無影響醫院的服務 亦沒有病人或職員受傷 幸好沒有扎傷人 不然到時又麻煩 下一則新聞 九龍塘發生了交通意外 昨天晚上9時20分的時候 一個39歲姓黃的女司機 駕駛著一架 Mini Copa 私家車 意外撞到廣播度1A 香港電台電視大樓大閘 幸好沒有讓誠傷亡 事後這架車駛入電視大廈 警員在場拍照和搜集資料 現場消息指 涉事的女司機 是女主持黃遠曼 當時駕駛進去 懷疑未踩到盡 即是沒有殺車 所以車撞到大閘 下一則新聞 九龍塘發生了火警 今天凌晨5時 在聯合道近著金城道交界的金記兵室 突然有龍煙湧出 圖人見狀代為報案 消防接報後 廣至現場 開喉進入灌救 期間仍然有大量龍煙 經由廚房抽氣管道供出 消防正在灌救當中 事件無人受傷 亦無需疏散附近居民 下一則新聞 大埔警方的人員 經過深入調查 在昨天晚上10時50分 突擊搜查馬會道的單位 賭破了一個伯家樂的賭檔 行動中 人員拘捕了一個 18歲姓姚本地男子 涉嫌經營賭博場所 另外 這個單位中 三名男子 一名內地男子 六名本地女子 年齡介乎23至65歲 亦被拘捕了 總之這些非法鬥口 玩不過 被人捉到 你不要以為 我旁邊玩的 其實都是要拘捕 都是要留案底 下一則新聞 刷單完騙案 59歲男子 被人騙了15萬 曾經獲法4千元佣金 大家要小心 這個不詳細說 下一則新聞 在凌晨0時半左右 據報 在灣仔軒尼斯道250號的一棟商業大廈 其中一層突然起火無煙 保安員發現後 報警求助 消防接報到場 派出煙霧隊 以及開喉把火救息 事件當中無人受傷 亦無需疏散 經過調查 相信二十樓一個機房的設備 是因為短路而導致火警 事件無可疑 下一則新聞 旺角警告 旺角警區 旺角警局 又曾經查查多一個地點 賭破了淫層倒蕩 有11人被捕 對 即是賭破 賭折三合會的非法收入來源 無謂令他們這麼猖狂 下一則新聞 佐敦昨天晚上 一名女子在佐敦文匯街26至48號民警樓報案 她的8歲兒子被補習老師掌掛了一下 警員接報到場拘捕了65歲的涉案男子 男童表面沒有受傷 又救護車送往伊莉莎白醫院治理 警方說市主是一個8歲男童 應該都是因為教學問題 所以就搞到這樣 不過我們就不知道 究竟這一招刮得多大力 如果你說輕輕的 我覺得沒什麼 但如果你說打到連頭都暈倒 當然不行 下一則新聞 石結尾有鷹母被困在樹上 在昨天下午1時 警方接獲一名女子報案 就說她致養的鷹母 就飛到八田村的翠田樓後門 對開一棵大約10米高的樹上 消防人員和外協接報到場 人員大概花了半小時 鷹母最終返回安全的位置 下一則新聞 長洲分區特遣隊 在昨天下午 在區內進行執法行動 打擊那些 即是非法駕駛的電動車 最後在長洲的興隆正街 發現了一名男子 正在非法駕駛的電動單車 最後因為四條罪被抓了 由於那些電動單車 快就會通過法例 但現在未通過的話 所以都不能駕駛出街 下一則新聞 海關在前天 偵破了走私凍獄案件 在香港東南部水域 接獲了一架等船 以及一架從內地來港的漁船 檢獲了40噸 華爾運往內地走私凍獄 市值400萬 行動當中 有9名男子被捕 包括3名本地男子 和3名內地船員 海關說 檢獲的凍獄主要是牛柏葉 和牛內臟 但船員沒有冷藏設施 凍獄只能擺放室溫 質素和食物安全誠意 記者在現場拍攝時 攝氏的凍獄亦傳出大量的臭味 那些臭味令人難以想像 因為我自己 以前機緣巧合 有機會問過一次後 差點想吐 很難想像量那麼多的時候會怎樣 下一則新聞 海關在29號 在機場的一個空運貨站 截查了一批來自泰國 報稱是成衣的空運貨物 最後在裏面發現 有1公斤的非法藥物 市值79萬 經過調查後 昨天在紅磡 展開監控派送行動 拘捕了一個前來簽收的殯儀男工人 這些可能也是收幾千元 然後被人拿貨的 最後 當你是七十九萬的貨物 這些就預計了抱欠終身 所以無論收多少錢 都不要千萬幫人亂收貨 特別是外國來到的 更加危險 下一則新聞 在港鐵的香港站 發生那些 偷影群底春光的案件 一個22歲的女子 在昨天的上午11點 在一條扶手電梯 懷疑被人拍 然後女事主就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後 警方追緝一個年約30歲 身高1米75 中等身材的男子 希望能夠抓到這個人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的早上9點43分 在大埔太和路2號 神趙會看樂中學 校務處一個34歲的女職員 突然之間暈倒 陷入昏迷 同時見狀報警求助 救護人員到場 將女事主送往大埔的 拿打素醫院治理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的早上9點 一輛蜜豆貨車沿著新田公路 往上水方向行駛 去到米埔新村對開的時候 左後車胎突然之間 整個掉了出來 車尾霧煙火光紅紅 有車鏡拍到當時的片段 看見飛脫的車胎 就像火球一樣 衝來衝去 然後車也失控 由慢線穿過中線 最後到快線停下 幸好事件當中 無人受傷 如果附近比較多車的話 就算無人受傷 可能有其他人的車都會受到損毀 下一則新聞 黃色暴雨生效期間 在昨天的早上7點45分 尖東海旁有人墮海 有內地旅客見到後 就報警 消防船到場 蛙人也落水拯救 最後救起了 送到伊麗莎白醫院後 最終終告不治 據了解 市主是因為金錢問題 所以受到困擾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早上7點45分 上班的繁忙時段 在美孚新村對開的長沙環道 近著美麗道的便電站外面 一架59號X的狗巴 和一架私家小巴相撞 慢線和中線交通受阻 導致荔枝閣大橋 阻轉到美孚和美麗道 完全失死了 導致有很多打工仔 就算下雨也好 馬死落地走 撐著把傘 暴行到美孚 相關的過程 被很多網民上載擺上社交平台 看到大家為了上班 都出盡全力 下一則新聞 警方在新界南總區 打擊行人亂過馬路 兩天發出212張告票 大家要小心 不要亂過馬路 而且很簡單 過馬路時 第一 你先感受一下附近的人的氣氛 第二 如果你感受到氣氛有不妥 再到處看看 你便會發現 應該會有些警員在左近 總之便要小心一點 即是一眼觀測 如果你不想每天這麼提心吊膽 那綠燈才行 沒那麼害怕 到今天最後一則新聞 在昨天早上8時54分 在長山環大埔道近著長沿路 發生了交通意外 一輛客貨車 沿路往沙山田方向行駛 轉彎時失控 越過對面線 迎面撞向Tesla Tesla後面 亦有一個電單車 收制不及撞上 事件當中 Tesla的女司機腰痛 電單車的騎士骨折 相繼送到明愛醫院治理 希望她們並無大礙 好 今日的神早新聞 就到此為止 我們待會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